上回说道 老板让我抽入人发福利 我惊挑戏选了超注重防晒的小姐姐 压上了身份证 才获取了小姐姐的信任 敌业完传说中 可以防晒的水光之后 加了她微信 约定两周之后 来展示效果 又到了跟老板交差的时候 哈喽哈喽哈喽 又来了 大家好呀 现在距离我上次抗晒素已经 嗯 不行啊 没事啊 哈喽哈喽 距离我上次打抗晒素 已经过去15天了 今天来反复一下效果吧 我上次打的成果是那个 抗晒素 嗯 我觉得防晒的效果 嗯 看到吗 但是它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咱们女生一般都觉得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洗完脸那个皮肤的状态 是最好的 但是可能你工作一天 或者是出去玩一天之后 就觉得自己的脸 可能有点暗沉啊 有点出油啊 但是打完这个抗晒素之后 它这个抗暗沉的效果 我觉得特别好 一天出门之后 然后再回到家 脸也是那种 增光瓦亮的感觉 是这种增光瓦亮吗 太错了 哦 恢复时间大了多久啊 这个恢复时间其实我也算是水光的 往初级了 如果说在外观上的话 你基本从医院出来 接掉面膜之后 就看不太出来 你做了什么项目了 嗯 完全恢复的话 需要三天吧 你的皮肤 从一个这个有种猛的状态 到这个可以上妆 可以正常护肤 三天左右就可以了 哦 因为咱们这个英国抗晒素的价格 摆在这里 那它这个贵的水光 跟便宜的水光 它有什么区别吗 嗯 就是说它不是有一些 在我脸上抗暗沉的效果 非常好 嗯 但是便宜点的水光 可能这方面的作用就稍弱一些 你便宜一些的水光 可能会有一些保湿的作用啊 打了便宜的水光的话 可能擦粉你的时候就擦粉了 就是便宜的或贵的 反正打了它可能都有自己的效果 是的 但是便宜的就是可能就保湿 然后贵的 它还有其他的负加效果 如果让你给我们一个默套套素打分 你会打多少分 十分之 十分之 我要给它打满分 因为我感觉说 我只做了一次治疗 能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效果反馈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产品是不错的 如果疗成的话 应该会更期待一些它的效果 也不算多 也是这个被抓过来的嘛 我只体验这一次应用的抗晒素嘛 我感觉目前在我脸上 在这个抗氧化的效果也不错 所以我给这个产品就打一个满分吧 给这个整个的体验过程 打一个分的话 满分十分你打多少 还有比十分再高的分数吗 好的 当做夸奖收线了 那就加上这个滤镜的话 可以打100分 哎呀 如果下次还有这种项目 我再找你你来嘛 那可以了 我们不是有微信吗 那 虽然它抗晒素 但是呢 不能因为它叫抗晒素 你打了它 你就可以不涂防晒 不是这样的 还是要注重防晒 还是要注重这个皮肤的管理 不要让它受到紫外线的侵蚀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